我們怎麼找到臺灣農產點 下一個價值 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結構收益 就是 回到節目現場 很多紅綠委員 我們有說到嗎 現在馬英九 不只是馬英九 說真的 整個國民黨新租白 都要去旁邊 而且今天 包括我看 連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的社論也講 賴清德這一番論述 搶走國民黨的省主牌 而且是戳破了 中共的窗戶紙 我沒看到 這是來自於忠實的文章 什麼呢 沒有錯啊 他這個賴清德總統 這一個論述出來之後 你看 臺灣上了歐洲的媒體頭版頭條 然後很多的歐洲國家在報導 然後外國媒體都這樣報導 而且 講據難題沒有破綻 你要怎麼嫌 你要嫌我說哪裡 我哪一句話是公家的 哪一句話是亂講的 沒有啊 他剛才國民黨的委員 劉許婷他只能說 我們希望賴清德 這是發自內心去講 不要政治操作 只能說這樣 沒有錯嘛 我跟你講 你只要是國民黨的 你是要在眷區裡面選舉出來的人 你敢說一句說 賴清德說中華民國這是不對的 不然你早上都在說什麼 對嘛 你早上都在騙的 不然你以後要再算嗎 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很明顯 大家都可以了解 也不用用大腦 就可以知道 這個 對喔 以前沒有講 歷史就是這樣 而且 我也認為 這個破除了 很多人說 說依賴論 說什麼 什麼台獨 什麼分子 以前的人都想說 賴清德會不會很冒進啊 他的教學怎麼會比較衝繃 對 都沒了 都沒了 什麼都沒了 我跟你講 連美國這一次的國慶的演說之後 美國很多的政治人物 智庫或什麼的 其實對今年的這一個國慶演說 我跟你講 黑漏會比較多 沒什麼人在說不對 所以才會把他馬英九打扑扑條 對 所以就把他馬英九 我跟你講 馬英九今天我說這樣 他的角色也很尷尬 他如果去到那邊 他也講這些 那馬英九要怎麼辦 下來之後 記者一定會問他 你對這個賴清德總統講 這樣子 你有什麼看法 他也只能再講 這個是新的兩國論 他越講越多 對他自己個人也越傷 而且中共又 我認為不讓他去 所以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跟你講 我們只能給賴清德總統 比一個讚 就是啊 是 要給賴清德比一個讚 那家愷 你要給你們馬英九比什麼呢 他是誰 沒有啦 我就認識他 他是誰 馬英九的東西 你比黃金你還大 不是啦 他現在 等於說 國民黨主席 他可能是過去的前主席沒有錯 但是我們現在 國民黨員都還是聽我們現在黨主席的意見 朱琳瑞已經說了 我們的祖國就只有中華民國 所以這跟馬英九說的當然可以尊重 但不會像黃金平 我覺得現在可能天氣也轉良 大家脾氣不用那麼重 沒有你比黃金平更像 沒有 他誰 對對對 但是活一個頭來說 我覺得國民黨 如果做而言不如其而行 如果民進黨的主席 賴清德總統 都願意擁抱中華民國的時候 他用說的嘛 你逼他做嘛 對不對 把他打回原形嘛 你就要求說 我們國民黨應該大方的要求 民進黨上到下 不管是中央黨部 地方黨部 還有所有民意代表 你的門口 都大方的把國旗擺出來 你敢不敢 我們就大方的邀請 順著他這個一走下去嘛 現在他只是所以 還沒有真的做 所以如果真的 大家 民進黨都可以把國旗 大方的擺在自己門口的時候 我就是還是真的考驗民進黨 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謂的擁抱中華民國派 我猜一下嘴 不是只有民進黨 我們很多人出國 拿著國旗 我們就很多運動賽事 我們都拿國旗在那邊 我反而沒有看到 國民黨的人拿國旗 你去中國跟他講 很多民進黨都是台獨派 都是台獨派 只是那些現實 光有一些運動賽事 拿出民眾拿出國旗 他們就有現場 就有人說不可以拿國旗 我先講一下 國民黨才是那個 我嘴巴上講 但行動不敢做的人 講的都很大聲的 我先講啦 我覺得這個網紅 他是IG 他叫黃薇薇 那他其實是說 他的IG大概有6萬多人追蹤 他比馬英九都還要有尬詞 你看他在哪 他在天安門 大家有些人會講說 他就只是在那比個夜 沒有暗藏玄機 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擋住 然後共和國的共黨柱 所以變成中華民國萬歲 他就PO了一張 然後就這樣比了 就他的經紀人幫他拍 然後他就在他的IG上直接發文 他說我的國家中華民國 生日快樂 這是我在天安門 照了一張這個小禮物帶回來 我為他的人生感到那個擔憂 但是你看就是一個不管說 當然你說有些可能已經去中國 發展的一些藝人 我覺得算了 但是其實還有非常多愛國的藝人 他他們去到哪裡 譬如說有去海邊 有去山上的 穿著國旗 然後都還有包含台字元台歌 他也在第一時間直接在臉書發文 中華民國我的國家生日快樂 那我想問說那馬英九 敢不敢就直接在他的臉書上 直接寫中華民國我的國家 生日快樂 就只要你寫 因為不要忘記 馬英九成是中華民國2300萬人 選出來的總統 他當了八年的總統 他在那個職位 本來在理論上來講就是兩國論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自己的領導人叫習近平 贏幹五堂帥 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有自己選出來的總統 曾經也選過馬英九 做過八年的總統 所以我覺得他說這個什麼兩國論 這樣什麼叫新兩國論 不管是新兩國論或兩國論 一或是馬英九只要喊中華民國萬歲 或者是這些言論的話 中國都會跳腳啦 不用你不用講台灣 你只要講中華民國的存在 中共就會跳腳 所以馬英九我會覺得說 你曾經當過這樣 當過我們台灣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你卻做出這樣子的行為 連國家的生日 國家這麼重要的一個慶典 這是國家的 不是說國民黨或是民進黨的 是國家的 你連出席坐在這樣子的舞台上面 你都不敢 我真的覺得當時這個 我們家都沒有人投給他啦 但是當時有投給他的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都 非常非常的後悔 你這麼不敢 連你卸任還享有 中華民國卸任元首的領域 還在領 然後結果你卻不敢 坐在中華民國慶典的舞台上面 那是讓人很失望的 翟哥這邊還要簡單補充一下 如果這裡說的說法有中 你應該說什麼 說朱立倫說 他就大方的稱讚 那個賴清德這樣的講法 然後你也大方的那個 笑這個傅昆琦 說中華民國的那個祖國 是清少是錯的 所以你們已經 整個國民黨就已經 那個精神錯亂 精神錯亂 我看朱立倫的錯亂 他說我們的祖國 就只有中華民國 他講元皇子孫 他推到講元皇子孫 他不敢正面對那個 賴清德所講的 這個中華民國的祖國論 去做一個稱讚 或是像你講的 你就稱讚 你就認為應該 然後你又用一個 比較積極的方式說 好那我就看 以後民進黨的 這次任務 敢不敢拿中華民國國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 正面積極的做法 可是朱立倫不敢 馬英九知道 他沒有去參加國慶大典 那時候也沒有在演 他是跑去基隆 他是跑去挺卸國糧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看